我先幫你存起來 這句話是不是聽了很熟悉 每年過年都會有許多爸媽 幫自己未成年的孩子 保管押稅錢 但是要注意了 一不小心 就會踩到法律底線 領紅包 會不會期待 小朋友滿心期待 除夕年夜飯後拿紅包 但年紀這麼少 錢如何自己保管 爸爸媽媽通常這麼做 到時候會開戶 幫他們存起來 就買保險 可是保險就是 可能滿兒之後就先放著 就是幫他存他自己的戶頭 他自己的就要他自己的 從親戚手中收下的押稅錢 到底歸誰可能引發爭議 高雄就有出現一名十二歲少年 因為氣不過爸爸 拿走自己存了八年 總共十八萬的押稅錢 奮而提告 結果法院判定 不能確認這個賬戶裡 全數都是紅包錢 少年因而敗訴 父母是可以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來做處分 例如去繳學費 或者是支付生活所必須的相關費用 但是如果父母私吞這個紅包的話 是有可能要付這個 侵權行為或者是不當得利的返還責任 對此解釋爸媽站帶保管當然OK 也有家長當作小孩補習費 才藝費 甚至是幫孩子理財投資 只要花在小朋友身上就不算違法 但如果抽出紅包裡的錢 再轉贈給其他人 並非屬於孩子的利益 爸媽無權動用 都說什麼以後需要的時候再給你用 然後就等到需要的時候 幫你繳學費了 上繳 媽媽把爸媽收走這樣 會幫忙買儲蓄錢 因為壓歲錢 和家人鬧翻還是少數 但爸媽得切記 即便出於好心 孩子的紅包錢 可以保管 可不能隨意花用 靜新聞 甘美新鮮文 瑞強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